我本事通通事先讲 历史上所有的危机过后 都是发大财的机会 江老师今天各位做完整的说明 还记得吗 我们讲过央加拿大已经宣布不升息的 正式终结本轮的升息循环 好 每家是经济共同体 那加拿大已经宣布升息循环结束之后 那因为危机从SVP蔓延到瑞幸 反而废的传声筒说了 美国下礼拜极可能不升息 一旦美国不升息 正式终结升息循环 你要留意什么 长线资金会回到资本市场 这是个长线的大力多 待会给各位做完整的解读 另外有没有台北股市 几几乎要黄金交叉咯 这是个长线的大机会 还有四星 四星963预告的 今天喷涨停领先创新高之后 已经喷出不要追 拉回再把握 亦或是跟着我们来锁定小四星 请各位同步做把握 另外今天节目 还有MACD收缴的教学 今天节目太精彩 太重要一定要锁定 喜欢我的影片 觉得我的影片很有深度 而且可以学到很多 有用的技术分析 一定要帮我 订阅按赞分享 开启小铃铛 并且接收全部哦 哈喽大家好 欢迎收看今天点股成绩的节目 今天是3月16号礼拜四台北股市 一个多礼拜跌了500点 我作为一个结论 找机会 找发大财赚钱的机会 待会节目会有 今天有MACD的精彩教学 很重要 待会请你锁定 好来 先来看我今天的结论 历史上所有的危机 你回想哦 回想三年前 我们的新冠肺炎 回想去年的美国升息 有没有 都是利空 都是危机 可是当危机利空过后呢 你已经见识过了 你已经验证过了 他都是发大财的机会 更遑论 现在待会给各位看K线图 即将出现季线跟年线的黄金交叉 所以你没有悲观的理由 另外淘书导来 要跟各位做个注解 我认为是个机会 是个很大的机会 长线的机会 当幸福又再次来敲门的时候呢 请你一定要不要害羞 一定要勇敢霸气 一起来把握未来可以大赚的机会 待会给各位做完整的解析 先来看这个 选对老师很重要 坚持主生很重要 只专攻其掌更重要 每档都是如此 事先选标股通知你买 等未来喷出去喷涨停 你就可以享受被台下的喜悦 有没有 都是如此 这是我们17匹马力的优势跟价值 你看华福 华福看38.05 昨天喷到70.3 你看昨天 昨天的华福还喷到70.5 是不是创新高 昨天的华福还再创新高 这样已经赚84%85%了 有没有 你买起掌坚持主生专攻起掌 把这件事情做好 你买华福 跟着我买华福38.05 享受被全市场抬价的喜悦 84%85% 有没有 你再来看这个瑞玉 299买进 请问这个是我们讲的 起掌第一天是非常明确 又是跟华福一模一样 他说你看有多感动 299今天 今天392 你看这个 你看这个箭头 你把这个箭头你搞定了 掌握住了 你又一档跟华福一模一样 买在起掌店 买在主生段的起掌店 没有错吧 已经获利来到32%了 好 恭喜大家 好 再来 头发你看这是谁 你的脸勇 我讲多久 从年初今年2023年第一天 讲到现在321 今天432 昨天432 有没有 今天433 是不是创新高 赚3成6 有没有 这是一个过去过去的逻辑 现在的逻辑 是不是通通是这样 17匹马力超盘书的价值 一边赚钱一边学 你相信我的联勇已经赚了36% 然后接下来把握新的标股 你再来看这个是四星 有没有 963 963是起掌第一天 有没有起掌第一天 AI的超强标股 掌握市场第一手讯息 未来全市场来抬轿 趁着喷出钱赶紧要把握跟上 是不是全部都是这样 963的四星今天喷涨停了 有没有 是不是一个仅限的平台的突破 好 那整个平台突破之后 未来 假设有涨停板之后 稍微做震荡之后 还是可以做买进 因为趋势已经成型 他势必会大涨 如果四星未来不会大涨 震荡后不会大涨 台北股市没搞头了 懂我意思吗 就是主流中的主流 把我的话听进去 好就说假设你错过四星怎么办 等他拉回 或者是来锁定跟我们一起锁定 全新推出的小四星 请各位一定要把握 来 我是不是上一期要跟我讲过加龄 46.9的加龄有没有 就是想第一天 你看今天 今天已经喷到51.2 51.8了 有没有 46又喷到51.2 今天是上月16号 你看来看这个加龄 4976的加龄 是不是又是长黄可以办 所以完全没有错 所以请各位一定要继续把握机会 来看这个享受 744买进 还记得吗 我上个礼拜五 请不请各位看抠讯 有没有 上个礼拜五的抠讯 待会一起来看 744喷到今天是1170 1175 好不好 你看这个箭头 这个箭头是什么意思呢 起场第一天 主身段的起场第一天 你把这个做好了 2023年散户暴赚 唯一最好的方法744 今天是喷到1170块钱 赚5成4了 你看把这个箭头744 把它掌握起来 到今天创新高 台北股市回500点 它创的新高 有没有 赚了54个percent 所以请各位一定要把握 全新推出的起涨标股 来的吧 节目看到这个地方 先帮我做一件事情 订阅按赞跟分享 然后两个粉丝团扫描QR 把它加起来 跟各位做解读 为什么我认为是机会 跟各位做详细的解析 来的吧 再一次 当幸福来敲门 不要害羞 勇敢霸气一起把握 每一次回档 我都会用这张图卡 跟各位鼓励加油跟打气 包含这里 12762 过去是不是跌 跌下来翻多 它就是机会 12762 再来怎么涨多回档14001 跌下来扣3D 它就是个机会 有没有 你错过12762 你可以跟着我们一起买14001 假设你又错过了 因为没有霸气又错过 你可以把握1474 来看我的预告 有没有上个礼拜 3月9号我们认为会拉回 有没有 会测这个均线 有说你要把握拉回后的机会 对不对 好 投票你看 15770回到今天 15221点 回了超过500点 没有错吧 所以事先预告 事后来做验证 好 然后投票你又发现到 我们上礼拜讲的事情开始发生了 真神奇 真的发生了 你看 上个礼拜是加拿大3月 已经宣布不升息的说 他已经宣布整本轮的升息 正式结束 有没有 好 你看 每家明明是经济共同体 那FED我跟各位讲过 FED为什么会想不通呢 好 结果他的想不通 他的一翼孤行 造成小型的金融危机产生 对不对 比如说危机从SVB 蔓延到瑞士信贷 好了 接下事情大条 对不对 大条之后 你看传人说出来了 下周不升息 你要注意听 假设下周 因为这个瑞士信贷的世界 美国正式的不升息 然后也说 从此宣布升息循环 停止之后 这个长线资金效益 你要特别留意 过去一年升了17 从资本市场逃离的资金 会陆续回来 为什么会陆续回来 因为我讲了 一月的CPI是6.4 然后上个月是加到6 比我预期的6.2还要低 下一次是5 下一次是5点多了 然后6月的时候变成4以下 来的话 试想想 假设我今天让你先看到6月 6月你看到CPI是4以下 一次低通膨了 然后目前是就业很好 对不对 低通膨 低失业率 那不是隆挤吗 这不是FED一直想要的隆挤吗 可是现在经过这个事情以后 已经几乎笃定会来了 说一旦宣布升息循环 正式的结束之后 长线资金它的效应会陆陆续回来 说它回来不是回来一天 回来一段时间 是一段很长的时间 所以这绝对是大地多 听我的长线这绝对是大地多 另外同志们 我是不是跟各位讲过 你看 好我们看上一张 同志们你看 你看这个去年 这个是不是死差 因为出现 再画一次 去年这个位置出现了 季线跟年线的死亡交叉 那你现在看到什么 看到黄金交叉 然后去年的死亡交叉出现之前 同志们你看 是不是先弹 要死差的时候 先弹起来 换个箭头来 是不是要死差的时候 先弹起来 然后再跌 弹起来 是不是再跌 那现在呢 之前涨完两段之后 没有看到 涨得换红色 换大一点 涨了两阶段之后 现在是不是因为 黄金交叉 它出现惯性的拉回后 所以未来笃定是涨 笃定是涨势 懂我意思吗 所以同志们这是个机会 基几乎要长均线的黄金交叉 同志们去年的长均线死亡交叉 后面跌3000点 那请问黄金交叉之后 能够涨几千 很简单 有没有 所以同志们其实不是你不懂 不是你不会 只是你现在被整个空投的情绪 压住了而已 跟我意思吗 所以听将将的把它把握起来 好好的把握机会 另外同志们 我是不是跟我讲过台积电 上礼拜预告说 假设让我看到500块眼镜BB要买了 今天是505 盘中印图是505 盘中最低有到504 还差4块钱说 假设为了几天真的看到500块眼镜BB 已经快逼近了 先准备好 先准备好 欢迎跟上 另外头部你看到这个 MACD教学了 注意看 好 我把开心图换到这个大盘 头部你看 你看我们12762如何掌握住的 你回顾一下 我们12762如何掌握住的 是不是因为这个收缴 你看到这个收缴 MACD是收缴 好 这里14001他要收缴一次 有没有 今天是不是还没有 所以把握 耐心等他哪一天收缴的时候 他就会是个机会 所以我特别来做个注记 来 去把握什么东西 把握收缴 一旦出现收缴就要出手 来收缴 收缴的时候 就要出手了 就是跟各位 就玩教学 你看 你看 你看过去年的这个轨迹 两个低点如何把握住的 是不是收缴 MACD 但收缴之后低点就来了 有没有 一旦收缴后低点就来了 那收缴 他的意涵在哪里 说他会终结过去的跌势 过去是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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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跌完之后 他要变成掌色的时候 MACD的柱状体会进行收缴 所以这个收缴 只要能够获得确认之后 涨势就来了 同意是吗 比如说未来几天 不管是哪一天看到收缴 他就几乎笃定 空转多要出现一个 网上的涨势要出来的 然后不要忘记 我也是会强调的 你看这两条线逼近了 比如说 因为跌跌关系 几乎是笃定会金叉 就说已经几乎了 已经几乎 几乎要黄金交叉了 对不对 所以没有没有悲观的理由 长均线的黄金交叉 没有悲观的理由 就是说复制12762 复制14001 我认为尽在咫尺 所以请各位一定要把握 所以我今天特别 在把MACD的柱状体 再做一次收缴的教学 这里重复多看几次 所以过来几天 一旦出现柱状体 黑的柱状体 这本座是不是一路的扩 一路的往下做扩大 当他有一天不再扩大 就叫做收缴 一旦出现收缴 就是个出手的机会 未来如果翻红会更强 翻红会更强 我们等未来翻红的时候 再跟魏做一次教学 有没有 是不是很清楚 所以整个轮廓 其实都很清楚 从总体经济 从FED的这个 有之前的 可能下礼拜会正式宣布 正式终结甚至循环 还有我们CPI的预测 从6.4、6.2 下一个月会变成5 然后6月以后变成4 所以什么大大的 大大的非常好的这个机会 所以请各位同步来做掌握 好 把这个趋势搞定做 答案就很清楚 坚持主身 只买其掌 把这个练起来 你不懂没有关系 可以透过技术班的学习 你会一边操作获利 一边把我们的理念把它学起来 永远不追高 已经喷出都不追 坚持主身 只买其掌 你看 为什么 17匹马力有跟各位讲过 17匹马力翻多 主力成本就是多 就是说你把17匹马力 应用到你的选股身上 17匹马力翻多去场第一天 你等同跟主力同步进场 就是说你被主力坑他的机会是很小的 没有你看这个飞鸿 买42.55是喷到了58 本周还到6字头 没错 已经赚了4乘2 来看上个礼拜的抠讯 上个礼拜有没有 恭喜飞鸿创新高 从起涨第一天就买进 创新高赚了41% 创了11年新高 有没有 有没有 未来持续看 我再来看这个享受 你看我们是不是很清楚 跟各位分享过了 744是第一天的买点 是不是明确的箭头 没有人看不懂对不对 好744买进之后 你看上个礼拜五 744第一天就买进 上周五涨停板1135块钱 英特尔跟超维 从高速传输营运 添加了庞大动能 本一笔仍有上修空间 持续靠他 上个礼拜五 1135同胞今天创新高了 本周指数回答 我们看好的股票 继续创新高 是我们真的把主身段标股 坚持主身 专攻起掌 赚个大波段的理念 发挥到淋漓尽致的境界 没错 获利创新高 今天已经来到哪里 来到54%了 是不是从起掌第一天 一路的把握 那就是真正的把主身段标股的暴力 赚进口袋的一个充分的 百分之百的证明 所以请各位一定要把握 再来投入 你看是不是 所以你听这样的 就说 你把主身 起掌第一天 这个事情做好 万事都OK了 很多事情都可以迎刃来做解决 你看这个爱普 180 昨天309 昨天3015号 180 我们买142 买180 然后喷到309 你看这个箭头 有多可爱 你看是不是很明确 这个箭头是起掌第一天 一路爆 你看怎么震荡都是爆了 爆到创新高 已经获利117% 是不是坚持主身 你的回馈是什么 财富倍增 所以未来还是会有很多这样的机会 所以请各位一定要跟上 有没有光洁 42是喷到了 有没有 我们讲电动车成长超大的 有没有 已经来到60块钱了 你看42 然后喷到60块钱 然后又喷到72.8 这样子又一档 已经获利74%了 是不是 全台湾最强的主身段标股的 操作的理念跟逻辑 欢迎各位一定要跟上 有没有 园区第一手讯息太强大了 成业1485 然后喷到七字头 今天出光了 获利全部出金 抽回资金 准备找全新的机场标股 请各位一定要跟上 有没有 目前有瑞士信贷的影响 你看到大复苏大回升 完全没有改变 还是会有很多翻倍的标股 重点是什么 投资朋友 我认为我每天都各位分享这个理念说 我们用技术事先选标股 用园区的低手讯息 事先选标股 选出来通知你买 然后你事后 会员是事后 赚喷出赚涨停 这才是价值 不是等涨停才追 来做验证 你看这个是不是谁 有没有 泰帽 36.2的泰帽 然后喷到八字头 你不是三字头不敢买 等八字头才追 三字头买是赚128个percent 这才是真正的坚持主身 专攻起掌的回馈 那我们做到了 那我们会员能够做到 那代表你一定也可以 所以欢迎跟上 泰帽第二 另外你看这个滑幅有没有 骑掌第一天 会用箭头让所有人看到 然后还会叮咚通知你 强迫取分 强迫你获利 38.05的滑幅 喷到了七字头 三字头喷到七字头 刚刚的泰帽是三字头喷到八字头 然后滑幅是三字头喷到了七字头 没错吧 这样是获利高达84个percent 怎么来的 是不是这个箭头 你再看一次 他是不是真的很可爱 这个箭头真的是价值非常之高 就是你参加我们会员的价值跟回馈 我带你买这个箭头 然后你可以轻松赚84个percent 没有错 是不是惊为天人 战战不已 所以请各位务必要把握了 17匹马力已经验证过很多次了 可以帮助散户赚翻天 请各位一定要把握机会 然后只做主身段标股 然后只买起涨第一天 然后有停损的SOP 所以这样操作起来就很幸福跟很美满了 所以欢迎跟上 一个多礼拜跌了500多点 我刚解释过了 说明过了 季线跟年线即将黄金交叉 当幸福来敲门 你一定要把握 你没有任何悲观的理由 然后跟各位分享这个 这是我们的网络的技术班 17匹马力技术班 我们有总共有12堂课的 你可以有钱入身通通学会 几乎可以跟各位保证说 你把我的网络技术班把它学会 你会改变过去散户老师是书家的宿命 因为你有很多观念 你对股市的认知 对基本技术分析的了解 都能够获得彻底的转变 对你的人生以耳后所有股市的操作 都会有莫大而且深远的帮助 然后跟各位分享 我们只做主身段标股 你相信我你就开心的负责报赚 每一档都是如此有没有 华福再看一次 同胞你看 他是38块钱出现 主身起涨第一天的箭头 他不是等到7字头才出现有没有 这个箭头出现后就没有了 你说这个箭头是你的最好的买点 那你把这个箭头买起来 把主身起涨第一天抓到 那是有84%的获利的回馈 每一档都是如此 你看这个锐益 299是不是出现箭头 是不是跟这个华福的道理一模一样 是不是第一天 17匹马力翻多起涨第一天 用箭头明确显示 是不是很简单 是不是很好赚 完全没有碰出 我跟各位示范 跟各位提前预告说 太简单太好赚 299的瑞玉今天是392 你看这个是不是这个箭头的功劳 这个箭头 然后创造了逼近100块的价差了 是不是 所以再来都显示 兼职主身专攻起掌 就是你未来能够稳稳获利的 康庄大道的 每一档都是如此 你再来看这个世心 请问是不是第一天 963第一天 那今天1125是第一天吗 就不是了 所以不要追 你可以等拉回来再把握 或者是跟上我们即将全新推出的小四星 或许明天就会通知了 所以务必要把握机会 LINE的留言 或者是0800-668-085 电话来做咨询 再讲一次 我今天跟各位说明过了 你可以再重复看多看几次我的逻辑 历史上所有的危机过后 都是你发大财的机会 而且现在已经逼近了黄金交叉 季限跟年限的黄金交叉 你完全没有悲观的理由 有没有 已经几几乎要金叉了 请各位把握 四星涨停领先创新高 就是我们坚持主身最好的证明 那已经涨停喷出不要追 等拉回再把握 或者是来一起来共同来锁定 小四星 请各位把握机会 那节目最后 记得帮我订阅 按赞跟分享 就各位操盘顺利拜拜 喜欢我的影片 觉得我的影片很有深度 而且可以学到很多 有用的技术分析 一定要帮我 订阅 按赞 分享 开启小铃铛 并且接收全部哦 请不吝点赞 看 请不吝点赞